新派武俠小說中師王逆, 玄幻小說,陳秦記,由林敬播講, 歡迎電台錄製。 上回我們講到, 漢小龍一聽到莊夫人的秘密之後, 跟著回去, 有跟紀閻賢商量過, 紀閻賢都相信, 莊夫人不會說謊, 因為田役的時候,田丹的表現的確太失常了, 而且, 以田丹的深謀軟類, 亦都不會相信, 在那種一面倒的被動局面裏面, 要靠呂不衛來保護他。 在很大程度上, 田丹根本不相信呂不衛可以害得死漢小龍, 雖然呂不衛幾乎做到這樣, 所以, 但坐回去坐過的軍隊, 一定也安排好妥善的接應, 甚至還會回過頭來, 報下陷阱來對付追他們的敵人。 不過, 照道理他們應該不知道, 有閻人垂而亂的這則奇兵。 最後, 漢小龍決定, 派剛剛傳遇的烏達, 和另一個叫做單傳的鐵衛, 騎快馬通知騰逸他們, 要他們改變整個作戰計劃, 只是想辦法拖住田丹的軍隊, 而不是要殲滅對方。 這樣既可以延誤田丹回齊國的行程, 亦都可以使他們多些刺殺他的機會。 由於劉士兄弟和旦楚都不在田丹的身邊, 田丹這陣子的保護網, 可以說是非常脆弱的。 到了第二天, 莊夫人帶著她兩個妹妹, 過來商量她壽春的細節。 他們大家都脫她面紗, 柔翠子和柔寧子兩個, 果然好像兩姐妹, 但被莊夫人獨特的迷人風之, 依然要身上半仇。 原來, 他們本來也是莊夫人丈夫的侍妾, 她兩個是親姊妹, 現在丈夫死了, 和莊夫人當然也以姊妹稱夫。 大家商量用什麼身份進入壽春好呢? 莊夫人提議, 漢少龍就扮成他的兄長萬瑞光, 萬瑞光原來是莊夫人丈夫手下的大長, 由於當時兵變的時候受了重傷, 逃出了楚國邊境, 但是傷勢一直都沒有好, 三個月之前才過世, 在壽春就沒有人認識到萬瑞光, 而且他寫的消息也是極之秘密, 沒有人知道, 漢少龍扮成他就最對, 而且柔翠子和柔寧子兩個, 本身是易容高手, 只要想辦法, 和漢少龍化化妝, 應該化身成為另一個人, 騙過李袁田丹, 也不是那麼難。 漢少龍心想, 上次自己扮董馬癡, 這次又扮田國的勇將萬瑞光, 如果都騙到田丹, 那就真是精彩了。 紀姻緣最細心的他問, 莊夫人這次是以什麼名義回去楚國京城呢? 莊夫人就說, 春生軍是家瑜的好友, 當年孝烈王是因為怕我們田國坐大, 成為西南一霸, 所以才策動李令, 連結夜狼人來推翻我們莊家。 一夜之間, 我們整族人被殺害了一萬人有多, 春生軍曾經阻止過這件事, 不過爭不過孝烈王而已, 如果不是只有他派人接應, 我們也不需要走得掉, 所以這次我們應該先去春生軍的府邸裡頭。 漢少龍和幾年互相對望了眼, 當堂放下心事了。 現在孝烈王死了, 楚國就變成春生軍和李袁爭霸的局面, 對於傾向春生軍的莊夫人來說, 殺了和李袁勾結的田丹, 當然不算一回什麼事了。 漢少龍精神大震, 好, 那他們就起程了。 於是, 紀煙賢和趙淺都繼續扮萬歲光的妻子, 不過, 依照楚人的風總, 在面上罩一層厚厚的面紗, 就怎麼都沒有人看得出他是誰了。 一直以來, 直到秦國興起之前, 在各國之中, 楚國都是地處南方, 附近又沒有什麼敬敵, 所以無論軍事或者經濟上, 都是有其他國家所望的安全和穩定。 再加上南方土地肥辱, 洞庭湖外更加無盡的廣闊田野, 等於楚人去開發。 所以, 楚國的生活真是負足無憂。 在最強盛的時候, 楚人的勢力, 甚至包括雲南貴州, 甚至是廣西廣東一帶, 可以說幾乎統一了南方。 戰國開始的時候, 楚國是首屈一指的大廣, 除了吞併了眾多的小國, 還大量開拓了東而南南, 西南南的疆土, 有很多少數民族的地區, 都是至於楚國文化的影響之下。 不過, 正好像紀閻言分析一樣, 要管治這麼多的民族, 和這麼廣闊的疆土, 就一定有一個非常之大而有為的政府。 但是楚人, 除了楚先王之後, 就再沒有什麼有能力的君主。 楚淮王更加死在秦廣, 所以楚國的政權, 日漸衰落, 地方勢力的城勢興起, 連原來楚國大將的莊橋, 也都城勢自立為田王。 孝烈王之所以拆動田國的兵變, 正是對日漸座大的地方勢力進行一個反撲, 不過事實上也沒有任何改變, 不過是將田王由姓莊的, 改成姓李的。 現在孝烈王一死, 亂局又是出現了, 項少龍他們就陰叉陽楚, 被迫趕上了這一圖的勝會。 不過, 聽下楚國似乎亂成一團, 但是事實又不是這樣, 因為現在, 秦國由於幾年之內, 連死了兩任國王, 小盤又連有, 軍方和呂不衛的鬥爭又成為了拉鋸戰, 又以集中全力去防衛東三郡, 所以楚國就得以偏安。 一直以來, 由於經濟的蓬勃發展, 使得楚人的生活充滿了優柔閒色的味道, 和北方的緊張地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出山之後走了五天, 他們來到楚國在西邊, 就帶成成仰, 眾人找了住旅館坐下, 然後又由莊孔去外面奔走買船, 只要坐上船, 好快便能夠乘河到達壽春, 減少他們沿途拔舌之苦。 項少龍在旅館住落, 正如和兩位嬌妻調笑之際, 莊夫人走過來, 坐下就說, 哎呀, 船的問題解決了, 這裏的苦令, 屈大人知道我是誰, 只有好幫忙呀, 幾燕然望出他一眼, 他就問, 我在仇春住過一段很短的時間, 不知現在是不是還是, 斗家、成家、 遠家、屈家, 這四族人的勢力最大呢? 項少龍一聽到屈字, 馬上想起屈圓, 原來屈圓是楚國四大家族中的人, 難怪可以做到大官呀, 莊夫人呢, 就先好嬌味地看了杭志龍一眼, 跟著才說, 現在這四大家族的勢力已經大不如前了, 現在興起的呢, 是李元的李種, 這個是四大家族之外, 最有勢力的一族了, 由於李煙煙生了太子, 李族更加水漲船高, 現在李煙煙做為蔣實權的太后, 誰不巴結李煙呢? 韓少龍見莊夫人對壽春的事這麼清楚, 忍不住問她說, 李煙有沒有娶到國開的女兒郭秀兒回來呢? 莊夫人點頭說, 是啊, 聽說她還有一身幾天, 好得李煙寵愛的。 韓少龍聽到這裏, 忍不住摸摸胸膛, 郭秀兒送給她那個鳳營的玉咀, 這個正是當年郭秀兒, 奉父親之命嫁給李煙之前送給自己的, 她的心頭, 不由得有些溫斷神傷的感覺。 莊夫人看著她一眼, 倒下頭, 似乎已經看穿她和郭秀兒之間的私隱了。 韓少龍看著她一眼, 馬上擦開話題說, 王族之中, 是有什麼壽夫人呢? 華陽夫人曾經見過將件物件交給她, 後來我沒有來得成楚國。 啊, 原來是她呀, 那一定是清壽夫人呀, 她的美貌在楚國很有名的, 嫁給了大將斗戒, 本來呢, 就很受愛寵的, 後來斗戒, 迷戀了大夫成素玲的妾侍燕妃, 清壽夫人一怒之下, 就搬到城邊的淮水邊別院隱居, 不准斗戒搭入她大門半步, 如果不是馬上致盡。 她的江烈, 贏得了全國人的尊敬, 斗戒從此呢, 就失了寵, 不過現在的依附李縣, 仕途應該也大有喜悉吧。 趙智聽都覺得有些奇怪, 這個燕妃竟然是大夫成素玲的妾侍, 又怎會跟斗戒搞在一起呢? 莊夫人就說, 成素玲這個人很沒骨頭, 見到斗戒軍方眾臣, 洗個顏色, 他就乖乖地把燕妃送上去。 今次我們莊家復國, 最大的障礙就是以李縣為首的一群人, 因為李縣正是李縣的唐兄弟。 杭少龍聽到不如都感到很刺激, 他就想不到, 這次來到楚國, 也都要跟李縣大鬥一番先。 就在這個時候, 烏延珠忽然跟哈門求見, 他說, 有些不妥, 剛才我們發現了形跡可疑的人。 後來, 那個苦令屈身離開的時候, 走過兩條街, 就跟其中一個可疑人, 在車上說了一陣說話, 那幫可疑人是這樣才撤走的。 莊夫人聽到當堂面色一遍, 漢少龍說, 看來他們準備在船上對付我們, 只要作沉一船, 他們的人就在水裡刺殺小公主, 我們的復國大計也就此完蛋, 真的想得周到, 哎呀, 那怎麼辦呢? 那艘船的船夫和舵手, 應該都是他們的人來的。 幾年微微的事說, 只要離開成陽, 我們就可以要船不要人了。 哼, 看這個屈身, 可以耐得我們什麼河。 第一, 那個苦令屈身親自來鬆行, 帶船揚起風帆, 順水而開。 船上有三十個船夫, 人人的體格操縱, 雖然神色恭敬, 但是一看, 就不是什麼善男信女, 不過這些人當然不會被漢少龍擺在心裡, 派了仲鐵為十二個時臣, 輪回監視他們。 另外一邊, 自己也都向莊夫人好好學習一下田地的口音, 同時盡情休息, 可以使自己抵達壽春之後, 能夠用最快的時間做下田丹, 就馬上撩走。 他不是太擔心會被人識穿, 因為熟悉他們是田丹里縣, 這班人的身份尊貴, 就算自己這個亡國之障蓄意求見, 都很難有機會, 所以碰巧他們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 唯一的困難, 就是怎樣了解田丹的行蹤。 這一陣子, 漢少龍也蓄意留在胡蘇, 使他的面形有所改變, 也使他更加添上了陽光威霸之氣。 劉蘇在這個時代非常普遍, 特別是文官, 多數是衝著一步長蘇, 武將多數是短蘇, 所以面白無蘇反而演得很異常, 使人以為你有什麼特殊的癖好。 當漢少龍和紀燕賢他們, 在船頭欣賞美景的時候, 莊孔來到他身邊說, 在到達上游, 歧斯沿之前, 就有一段水流特別急的, 險碳相減, 那些賊人如果要動手, 應該是那些地方更對的了。 那什麼時候去得到那裡呢? 入閣之後就可以到達了。 河少龍嘆了一口氣, 趙子就聽到有點奇怪了, 夫婚大人居然嘆氣, 問那些賊仔也不用你煩惱了嘛。 河少龍就苦笑而已, 他們雖然是賊仔, 但是, 又破壞了今晚我和兩位嬌妻, 在床上旁歡的大計, 我怎麼能不生氣他們呢? 紀煙賢和趙子都笑起來, 說不出這麼迷惑有人。 到了黃昏時分, 河少龍就和莊夫人, 自己兩位嬌妻, 以及柔翠枝柔形枝, 還有小孩子莊寶爾, 一起在煮瘡吃飯。 莊寶爾見到河少龍, 就馬上露出既崇敬又渴望的眼光, 幾年來很痛惜十蚊仔的忍不住問, 小公子你想到什麼事啊? 莊寶爾的臉仔馬上紅了, 寶爾想拜河先生為師, 學習劍術啊。 莊夫人和柔翠枝兩個女孩子呢, 都含笑不語, 等待河少龍的反應。 河少龍哪忍心傷十蚊仔的心呢? 何況她的景欲這麼淒慘? 笑一笑就說, 那你捱不捱得苦啊? 寶爾呢,很捱得的, 不信你問娘呢? 莊夫人聽到河少龍這麼說, 才答應了, 很高興就說, 能得到西巡第一劍手, 又是秦皇的師父指點啊? 小女子真的感激樓梯, 寶爾還馬上過來拜師? 於是, 一番謙讓之後, 莊寶爾行個拜師之禮, 再坐好的時候, 氣氛更加融洽。 但是河少龍知道, 自己對莊家又多了三分的道義 和心理上照顧的責任了。 想起莊寶爾, 將來可能會成為田王, 但是, 最終都逃不過, 被自己另外一個徒弟小盆滅國之禍, 心裏面都不知道是甚麼滋味啊。 這個時候, 烏光又闖了進來, 在河少龍耳製邊細細聲說, 我們在船艙那裏發現了作船的工具, 和幾半火油, 看來, 你這幫壞東西, 要沉船放火, 雙本齊下。 河少龍點點頭, 有沒有偷聽到他們的說話呢? 原來河少龍設計之下, 他們這些部隊已經有了各式各樣原始的設聽工具, 好像被名為隔壁廳, 就好像一個喇叭的銅本, 貼在牆上, 就可以把壁內的聲音擴大, 是疑於偷聽。 烏光又口不責任, 當然聽到了, 連那些柯尿的聲音都瞞過我們。 那幫女生聽到當場面上飛鴻, 照此說, 少光你最好檢點一下嘛。 河少龍說, 他們有甚麼陰謀, 快點說出來吧。 烏光謝罪過之後才說, 他們的頭叫做成棋, 似乎是大夫成蘇寧的親戚, 聽口氣說, 他們一早知道, 夫人們會在這幾天去到瘦寧的, 所以故意在那裡等了整個院, 奉命要一個不留。 現在我們都肯定要跟他們說同樣的話啦。 莊夫人聽到面子一扁, 低頭不出聲。 康少龍問, 還有甚麼? 他們有沒有說到何時動手呢? 當然有啦, 而且瞞過我們的, 他們準備了迷氧, 放入水裡之後, 準備將我們整班人迷魂之後, 將女的烏肉沉船放火, 手段都不知道多麼毒辣。 趙志聽到有點擔心地問, 那現在我們喝的水有沒有問題呢? 烏光就說, 我現在當然沒有問題啦, 下了藥的水, 都是一陣其異的味道, 要用茶味來掩飾。 如果一陣子呢, 他們用茶來招呼夫人們的時候, 千萬不要喝啊! 烏光一走, 幾年來就覺得奇怪。 夫人, 你回去楚國京城這件事應該很秘密的, 為甚麼承訴令他們得到風聲, 還派人在這裡謀害你們呢? 莊夫人嘆了一口氣, 我們回到楚國, 售春這件事, 我只是通知了春生軍那邊的人, 現在我都搞不清楚誰是敵人啊。 這個時候, 果然有人敲門進來, 跪下稟告說, 小人特地奉上成陽特產安神茶, 味道雖然有點怪, 但是喝了之後呢, 就可以不暈浪的了, 是苦令屈大人, 特別來孝敬夫人和小公子的。 莊夫人就扮得欣言接受, 那個人一走, 項小龍打了眼色, 於是, 一場戰鬥就開始了, 不過這一戰, 幾乎未開始就已經結束, 當項小龍扮得喝了這些藥茶, 暈倒的時候, 那幫船夫馬上露出僧靈面目, 但是, 守在旁邊的鐵位, 馬上就迅雷不及掩耳地, 將他們全部擊倒制服, 綁起來, 審問清楚之後, 這批人當然被全部滅口。 漢小龍問莊夫人, 這件事背後主事的人, 不單止有承訴令, 還有斗戒和一個叫方卓的人, 夫人有什麼印象呢? 聽說, 是方卓將夫人去仇春的消息, 通知斗戒和承訴令的。 莊夫人一聽, 當場面色都白了, 但是, 方卓是個春生軍苦中的食客之一, 一向都負責和我們團樂通消息, 想不到他居然出賣了我們。 尤翠子問, 會不會春生軍也是背後主謀呢? 莊夫人領領頭說, 春生軍應該不會這樣做的, 如果寶兒可以復慰, 對他是百利而無一害, 他也不是那麼卑鄙小人。 我看, 方卓應該是被承訴令收賣了。 紀燕賢又問, 那承訴令和斗戒, 為什麼又要置小公子於死地呢? 莊夫人說, 現在楚國境內, 一共有十幾個諸侯國, 其中田國、夜蘭國、 敏山國和扯蘭國, 四國最為強大, 每一國的兵力都有上萬人的。 所以, 得楚王顧忌, 不過他雖然想廢除這些諸侯國, 但又不敢輕舉妄動, 怕激得整班諸侯國都一起聯手反抗。 其中, 又以我們莊家的聲望最高, 忍一樣弱成為了中諸侯國之獎。 所以, 孝烈皇第一個要對付的, 就是我們, 不過又不敢明目張膽, 只是拆動奸賊, 理念造反。 但是, 田國的子民, 依然心向我們莊家, 其他的諸侯國, 也對我們莊家復慰這件事大力支持。 所以, 李源代表的李族, 又怎麼肯讓我們回去呢? 趙志聽到又問, 既然是這樣, 夫人你現在去壽春, 豈不是送羊入虎口? 狀夫人嘆了一口氣, 現在壽春說得事的不是李源, 而是春生君。 而且四大家族之中, 也有很多人不滿以李令做田王。 就算李源, 也不敢公開說支持李令, 今次撤身一行人去壽春, 就要正式向楚國朝廷投訴李令, 背主叛變這個不合法的行為, 因為我家翁是正式受楚王拆封的。 康笑龍的心就不禁叫妙了, 他說, 這就最好, 我看李源, 一定要想辦法拖住這件事, 因為如果他表明, 李令背叛有理, 那就會使諸侯國人人之矣, 更加增加離心之意。 如果我們有什麼三長兩短, 那人人都知道是誰做的了, 所以事情通了天, 我們反而是最安全。 游營之聽都揭緊笑了, 康先生用詞真是怪了, 什麼三長兩短, 又通了天, 但是聽起來又貼切又精彩。 康笑龍當然知道自己這方面的問題, 經常古今不分, 於是就說, 哎呀, 這幾天, 我們應該輕鬆一下。 游翠子和游營子, 果然是易容高手, 雖然他們沒有精巧的人皮面具, 但卻有非常高明的化妝術, 他們首先用緣粉, 將康笑龍的面色改變, 又將他的眼眉加粗, 再加上他面上生滿鬍鬍鬍, 當堂將他原來的面形改變了, 又經過仔細地描述眼線、 嘴角, 將他的嘴形、眼睛也改變了形狀。 康笑龍在銅鏡裡面看著自己, 嘻嘻, 不如都信心大增。 心想, 就算面對面碰到田丹或者李玄, 如果再加上換上田人的裝束, 都保證對方認不出自己。 很快, 他們終於來到楚國的刀城壽春。 楚國自從巡將白起攻入了影刀之後, 楚慶商王向東面敗走, 兩次千刀離巡國越來越遠。 在白起死之後, 楚國又征服了淮東的大片土地, 楚慶商王在塵地收兵, 得了十幾萬個部隊, 回過氣之後, 再由巡人手裡搶回淮北的十五棍, 聲勢右伏大振。 去年, 亦聯同其他四國攻打巡國, 大敗蒙毫的軍隊, 使得巡人閉關不敢應戰。 楚國似乎一夜之間, 就恢復了春秋霸主時候的姿態。 說到底呢, 楚國雖然失去了大片的國土, 但是復原尿闊, 巡人要來攻楚, 的確又不方便, 所以才形成了他們的偏安中興之局。 壽春懷河之南, 而且, 楚人在這個區域有深厚的根基, 人力物力也不缺乏, 所以也有一番盛況。 但是壽春城的盛況非常嚴格, 日夜楚軍把守, 凡是通過城門的, 都要納粹。 項少龍抵達碼頭之後, 在崗上面被楚國的戰船截主, 到了倉夫人, 量出身份, 先給他們拍案, 但又不准他們登案, 還要派人入城飛埔。 這時候, 項少龍已經換上了一身寬鬆的葡伏, 隱蔽了他見美的體形。 蘇法有些味露鮮衰的花白灰色, 面色有些蒼白, 雙眼濃眉, 也遮掩著眼睛的輪廓, 比以前的董馬屎更加不像漢蕭龍。 等了整個時辰, 才見到一隊車隊離成二致, 帶頭的呢, 是個大肥佬, 身穿官服, 年紀五十歲左右, 眼細鼻大, 好似被酒色侵蝕了靈魂和肉體的二世祖一樣。 莊夫人小小聲對項少龍說, 這個肥佬呢, 就是春生軍黃蝦了。 項少龍聽到他心裡, 打出一個突厄, 他起線呢, 以為這個人最多是黃蝦的家長或者食客, 誰知原來是春生軍本人。 戰國四公子之中, 項少龍雖然只是見過信靈軍, 但是呢, 這個黃蝦和其他三米公子應該外形之中最差。 難怪四公子裡面, 他的聲譽最低, 他有個兒子, 即是趙牧, 也曾經寫在自己手裡面, 心頭不由得有些古怪的感覺。 自己曾經跟他兒子, 逐一番的交鋒, 想不到今天要跟他本人交手。 各位, 欲知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講。 我們好, 我們好, 我們好 credit, 我們好, 勉強保護器, 好… 不小心… 沒有人好…